大家應該記得 榮元茶行太子女黃絲瓦 在疫情巔峰之際隱瞞行蹤這件案 這件案終於塵埃落定了 法庭昨天作出了裁決 現在大家可以一起碎嘴一下對這件事的看法 洪惠文生日派對事件又叫做洪門宴 相信大家都仍然記憶猶新的 不過不妨簡單地複述一下這次的事件 洪惠文這位前港區人大代表 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自然就是雙息緩天下的了 香港在2019年冠狀病毒爆發第五波疫情期間 2022年1月3日 洪惠文在灣仔灣景中心的一間西班牙餐廳 大搞私人的birthday party 流水式來接台奔嚇 很多名人富商高官政客都很捧場給面 百幾二百人出席 渡賀一番場面熱鬧非常 這次我想大家都多得洪惠文不少 很多位首帳級官員和政府機構人員在內的參與者 在出席party後確診了2019冠狀病毒 令到很多人去過party的人都要被送往竹高灣檢疫中心 接受防疫隔離 事件曝光之後還在社會引起很大的爭議 很激烈的反彈 特區政府的處理手法不單止是被批評 還說出現了嚴重的雙重標準 因為很多位首長級的官員 出席這個這麼鋪張的私人party 是揭露了官場 說有一種是不正之風 還說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令到以行政長官當時的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 陷入了嚴重的誠訊和政治危機 至於那天的party參與的人數 當初說170人左右 但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之後就表示 因為有些賓客帶來不在名單上的人一起出席 到1月10日發現參加的人是去到214日 再遲多幾天 到1月14日發現party的參與者是多到225人 而時任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還因為這件事是要問責下台的 幾個月之後4月6日食環署公布懷疑違反法例的調查結果 向餐廳發出了錢票 還向6名顧客發出了合共7張定額罰款的通知書 其中4張涉及沒有用到安心出行 3張違反口罩規定 每張5000元計一共罰款是35000元 不過在調查期間發現其中一位去過這個party的客人 榮元茶行太子女王思雅 是隱瞞當日的行蹤 在2022年1月6日和7日四次的通話當中 分別是明知而向衛生署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和另外兩名的衛生署護士提供在要項上屬於虛假的資料 什麼虛假資料呢 即是同年1月3日她其實是離開家去過這個宴會的 加簽了當局追蹤的困難 結果罵到上法庭了 今年1月黃思雅被裁定4項 明知而向獲授權人員 或衛生主任提供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資料罪是罪成的 昨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接受判刑 辯方求情時說被告願意履行社會服務令 希望法庭寬大處理 讓他能夠受惠於罪犯自身條例 站委裁判官判刑時說 立法的原意就是控制病毒傳播 追蹤病毒和感染者來減低和預防社區傳播 但被告當時向衛生署人員隱瞞行蹤 這就加大了追蹤的難度 所以判刑一定要具有阻嚇力 否則就會打擊政府的防疫工作 法官又說被告初犯 任職市場銷售和推廣總監 也在某間藝術學校和某間慈善全體系擔任要職 又引述辯方求情說被告是一個年輕勤奮和成功的企業家 這件案法官說罪行是嚴重的 但考慮到被告的背景 和他在案發後都有向處方坦白交代正確的行蹤 令到個案追蹤的工作只是延誤了三人 加上相關防疫規例 去年已經奇滿失效等因素 接納了感法官的建議 是判處被告16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大家認為這個判處是否恰當 會否覺得太輕又或者太重 休息一會我們回來繼續說序 歸原尾有新產品推出 這次是和頭髮無關的 而是沐浴露一共有兩款 分別擁有高效保濕、爽膚、抗敏修復功能的 橄欖滋養香氛沐浴露 另外一款擁有高效保濕、透亮靜白 及角質調理功能的青檸美白滋潤沐浴露 如果你有興趣獲得一份感受版的沐浴露 立即打電話5566-8299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及一次免費體驗療程服務 快點打你的電話 孖五、孖六、八二、孖九 頭髮有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藥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生王三 Chat 打電話和我簽一下 社會服務令是什麼 社會服務令 是代替監禁的一種刑罰 犯人是需要在感化官的監管之下 進行最多240小時的無身社會服務工作 不是所有犯人都適合被判社會服務令 法庭在判處社會服務令之前 會先為犯人提取一份評估報告 如果犯人違反了社會服務令 通常會被判即時入獄 最可能判處社會服務令的罪行 就是那些不是極度極度嚴重 但又不是極度輕微的罪行 謀殺、強姦、縱火、嚴重傷人 和嚴重的毒品罪行 都不可能判處社會服務令 特別適合判處社會服務令的罪行 包括涉及某種程度上 和反社會行為成份的罪行 例如刑事損壞和性質較為輕微的襲擊等等 接受社會服務令的違法者 是需要按社會福利署的指示 在處方的監管之下 進行若干的無身社會服務工作 大多數都是在醫院、學校、老人院 等等社會機構裡進行 例如在醫院照顧病患、學校翻身工程 製作新機構用具、清潔、植樹 和教授興趣班等等 處方亦會在工作期間 向違法者作出指導和提供技術支援 這個判刑亦具有補償社會功能 違法者是因為需要履行社會服務 而導致他的活動會受到限制 亦剝奪了他部分的自由時間 可能由於黃絲壓背景的問題 大家會傾向 或者傾向 覺得社會服務令會否太便宜了 太輕了 但如果考慮到社會服務令設置的本質 這件案件似乎是適合的 雖然坊間普遍認為 社會服務令是一個寬鬆的判刑 但上訴庭也曾經清楚表明過 是不應該這樣看的 不應是社會服務令唯一種較輕程度的刑罰 相信這160個小時對黃小姐來說 都不會容易過 有人形容在審訊期間 黃絲壓進顯她大小姐的作風 這件案在2022年9月20日第一次提堂 當時她委派律師認訊自己沒有道庭 被裁判官提醒 不行 她下次一定要出庭 第二個月第二次聆訊的時候 黃絲壓要求由律師代她答辯 被裁判官拒絕 她才親自否認所有的控罪 案件最終排期到10月開審 預計審期是6天 期間傳召了張竹君等人作功 去到第11日審訊 她的代表律師說黃小姐為了避開記者 在法院梯級跌倒了 有傷 不適宜出庭 裁判官結果要四度押後審訊 讓黃小姐養傷 最終是經18天的審訊才傳召所有的證人 不少傳媒都有拍下當日的情況 即是聲稱她跌倒那天的情況 似乎黃小姐身邊 至少近距離沒有記者 被告黃絲壓昨天刪停的時候被問及 你對這個判刑有甚麼感受 會不會上訴 她就說沒有膽 還說提醒記者大家要注意提及 這一點在不少的報道中 記者朋友都有提及到的 不禁令人想起 當日黃絲壓要求押後寧訊 和等待她養傷的理由